有一辆载有至少50个人的客运列车 在今天凌晨撞上了铁道上的起重机之后 出轨起火 目前得知已经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其中有多人伤势严重 火车整辆横躺在铁轨上 车厢倒得倒 歪的歪多节车厢出轨扭曲侧翻 场面满目窗移触目惊心 此号凌晨荷兰一辆 至少载了50人的客运列车 因为撞上铁道上的起重机后出轨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0人受伤 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当中有几节车厢坠落一旁的田野 后半节车厢起火燃烧 目前人有待调查事发原因 美国佛州则有一架轻型商务喷射机 日前在8.2公里的高空 发生机翼零件掉落以外 左小翼以及一部分的机翼在空中遗失 有媒体捕捉到飞机迫降画面 机身先是在空中摇摇晃晃 接着缓缓降低高度安全着陆 索性并未造成伤亡 墨西哥西部的一座机场 也出现惊险一幕 一辆卡车只只往飞机的尾部撞了上去 飞机被撞到之后还晃了一大下 有人拍到飞机被撞出一个大洞 原来是卡车司机突然晕倒 才导致意外发生 这架搬机原地飞往洛杉矶 所有旅客也被迫下机换坐第二台飞机 西班牙则有一间自住洗衣店 发生爆炸事件 能看到有一名男子 才拿着刚洗好的衣服离开 没想到才走出门外不到十秒钟 一旁的轰衣机突然爆炸 冒出火球 把整间店的玻璃全都震碎 连天花板都掉了下来 轰衣机内还冒着火 原来是有顾客把打火机 留在裤子口袋里才酿祸 男子可说是和死神 有没有礼物 我能够睡觉 你会觉得